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差不多 就是觉得他可以演孙悟空 最近他跟周恩池一起出席一个宣传活动 周恩池说 我很崇拜你啊 我早就觉得你应该演孙悟空 马云他好像在华谊都有他的一个是个股东 那是个股东 他呢 反正但是一听他们这个网络界啊 商界的人来说 那何儿家伙 这个小瘦子 那就是个大名鼎鼎不得了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他蛮有性格的嘛 我看过他的一些传记 比方说在互联网才刚在中国兴起 根本没什么人上网的时候 他就往这边来坐 他自己在杭州骑个脚踏车 到处每一家商店去敲门 这个地球有一种东西叫做互联网 你给我十块钱 我可以把你的商店的名字 把你的电话地址放在一个网页上面 他就这样去交收生意 这样做起来 那个生意当然做不起来 可是后来他又做起来了 阿里巴巴 基本上原理是一样的嘛 网上找货品嘛 找商品 还有他非常照顾他杭州那些 几地帮啊 他是杭州人嘛 我去了杭州每一次去 他们都觉得一马云是神一样 差不多要给他立一个铜像在杭州市 我觉得传奇 而且像咱们感觉这种人啊 我最近我有一个误解啊 我也不叫误解吧 我老觉得你比如说我一心就想赚钱 但是老他们赚不到钱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些名人传记啊 我经常发现这些真正的大老板呢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不为赚钱 所以我现在反回头来想 是不是我要不为了赚钱 我就能赚到钱了 他们是吃素的动物 他们是吃荤的动物 因为吃素的动物 你看到你到非洲原野里 你看那个长颈鹿 你看一个鹿长得都很漂亮 他不断在吃草 他的毕生 你记得你天天在做三人行 人家是狮子 睡在那里 偶然扑一下 吃两月 就是他们的 有好像 反正是在他们的传奇中 我们认为这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金钱主义者 对吧 什么叫理想主义者 你变成我经常听见 马云的这种故事 比如说他 好像我感觉他讨厌大公司 他的理想就是小公司 但是人呢 有时候就像那个乔布斯这些人一样 有时候你会走到自己的反面 比如说现在阿里巴巴 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了 所以人就有人问他 你不是主张小公司吗 你现在怎么做这么大 他也有他无奈的一面 但是你看他还说我的理想 还是就是十几个人 几个人 一个小公司 所以他现在把他这个阿里巴巴 你看这个好像关联到网购 支付宝 好像他们就是说 这个支付宝的一个女头头 女的当家人 有可能 有可能是马云的接班人 因为这个最近这个话题 说的就是 马云给他的每一个员工发邮件 就说我要退了 这个退掉CEO 他还是董事局主席 就CEO我就不做了 那要选接班人 在这个之前呢 他做了很多部署 比如说把他的这个阿里巴巴 好像分成25个事业部 等于也是一个小单位 一个小单位 一个小单位 都是打碎了 他说但是有些事 任何不要说我们 你就是任何政府 任何就很难 把他那个 比如淘宝 说你怎么能把他打碎 这已经很难拆 他的意思很难拆分了 这个都是他们生意人讲的事 我感兴趣的这个马云呢 他这个 你说他还练太极拳 他觉得他的管理的理念呢 从太极拳里得到了很多这个启发 甚至你知道吗 他关联上什么呢 那个李一 上过咱们节目的那个道长 你记得吗 青城山那个道长李一 我没见过 后来被 还是被骂的 被骂 说他是这个骗子啊 什么的啊 但是呢 马云这个人呢 关于这个李一啊 说了一段话 这个话呢 我同意一半 但另一半 我觉得说的挺 我挺认同 一个呢 他就说 他有一次啊 在哪一个场合里 就说起李一 说李一怎么了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在座的诸位 你们告诉我 谁见过李一 你们都没见过 你们凭什么说李一害人 是他骗你一分钱了 还是怎么了 没有啊 就莫名其妙的在骂 说跟文革一样 是吧 我我说这个 我见过李一 他没骗我一分钱 他就说 这个话这个意思啊 我有保留 因为呢 假如一个人 真的是涉嫌 你在公众面前 做了一个什么特异功能 结果最后被人拆穿 是骗人的话 那么我认为 这是有问题的 对吧 你不要说 骗有没有骗你一分钱 有没有骗他一分钱 你骗了公众的信任 是有问题的 对吗 但是呢 他后面说的话 我很认同 这也就是我说啊 有的时候 我也是通过私交 这个来来来见人 你看他就说啊 他说 他没骗过我一分钱 什么是我朋友 他对我好 是吧 我的这个朋友 要是杀人放火 只要他对我好 他对我 他就是我的朋友 他杀人放火 犯了什么法律 该国家惩罚他 就惩罚他 把他抓到牢里去 那就把他抓到牢里去 但是呢 我会给他送饭去 这是朋友 李一是我的朋友 今天我还这么说 李一没害过我 没骗过我 哎 你看 他这个人就有他 很有个性的这一面 都很不同意他 这个说法 哎 你讲讲 这个其实是中国人 日常伦理的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讲两个字 就好人坏人 讲一个人 讲到讨论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人是个好人 或者说 这个人很坏 你再问下去 这个好人 是不是对你好 多数都是 你很难碰到一个人说 他在说 他在背后 不在当面 他在背后说 比如说有个人背后说 家会是个好人 多数他跟家会关系是好的 很难碰到一个 他们私人关系不好 他还能客观的说他是好 所以我们的伦理判断 我们中国人的伦理判断 其实是夹杂着 我们个人的利益关系 我个人觉得 这是很不好的事 就要情理不分 没有 像马云刚那一段话 我想起那个 武则天的兄弟嘛 五三四嘛 他就讲了很清楚 一模一样的话 就说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我只有一个标准 对我好的 这是好人 对我差的 没有帮到我的 这是坏人 所以从历史上面看 就一路下来 好多人都是这样想法 可是我觉得说 这是用嘴巴说一下而已 真的 是不是 应该不是他的人生哲学 要是他靠这样的人生哲学 做成那么大的公司的话 那只叫人 你好 我给你看看 他的人生哲学 还有几段马云语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要回归自己 不管你今天的企业 做得多大 永远要知道你是谁 你凭什么 你要什么 你放弃什么 假如这些问题 不想清楚 你是走不远的 这个我觉得能认同 所以我到现在 也没走远 然后他说 五年前 我很关心中国的命运 我也过得很艰难 三年前呢 开始我只关心公司 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 现在我只关心自己 越来越好 所以我说 关心好自己 每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 这个世界会好起来 你再看下边 中国未来还有一个市场 会有巨大增长 是资本市场 社会资本主义 或者资本社会主义 资本为社会服务 而不是社会为资本服务 今天很多 纯粹是社会为资本服务 我们要用资本为社会服务 你知道就马云呢 前后矛盾嘛 那你讲 他刚才不是说 只想自己做的事情吗 那他是有资本人吧 他要是只想自己做的事情 资本为什么为社会服务吗 那当然要倒过来 要社会为他的资本服务 他后来的理想是 资本应该为社会服务 所以实际上是在提国家 想象的国家社会的事情 他只是做极端 故意这样来说而已 我们可以假想一个 做猫鼠做成的羊肉的人 他也是为自己好啊 他也可能是你认识的一个人 他也没有赔你吃 他甚至告诉你 这个羊肉是猫鼠做的 你能同意他吗 你能说你是我的朋友 你这个猫鼠做成的羊肉 可以出去卖 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 你听懂他说什么了 大概听懂吗 可是问题是我每一次听到 这些名人的名句 就是因为他们是名人 我们会觉得太有感觉 因为我们一边看的时候 但也不能名人说的错话 也可以被认为是好的 这个我坚决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 也是觉得好玩而已 不一定是真的好 不一定是真理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名句的时候 其实脑海就同时想到 这个名人的样子 还有他的丰功伟业 那我觉得看这些名人名句 就是看一下好玩 完全不必认真 他也不是提一个论文出来 但是他这个确实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现在应该是60后 60后这就算要退 是比较早退出来的 他的理由 他在写这封信 他的理由就是给年轻人让道的问题 就认为比如说互联网的这种 他会觉得可能年轻人的创意和想法 更加精彩 然后就退出来 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相当于我的同龄人 现在很多是60后的人 甚至是有些70后的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有成就的人 我周围 我都已经发现 他们往往在言谈话语之间 流露出一种 要说也挺了不起的 对吧 流露出一种 就是说不要把事情都做尽 要给年轻人留机会 要给年轻人 把位子留给年轻人 或者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给我干 你知道我往往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好佩服他们 因为我觉得 你不是嘲笑他们 你是佩服他们 我觉得自卑 你知道吗 因为我讲不出这样的话 为什么 就是他们得很有成就 显然他们是站着年轻人的位置了 显然他们是挡了年轻人的路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才 而且有这个说 给年轻人让路 他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钱 同时又能够学高官的口气 什么叫退下来吗 就说退下来 那要有级别才能退下来 你今天一三轮车工人说 我退下来了 所以让五等只能是听着自卑 强强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分享一段心灵的旅程 真诚相遇 分享一本好书 一个感人的故事 让感动再现 每天三分钟 一起停下来 领悟人生的美丽 华智酒行 心相随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 都在追寻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2012年11月 焚酒集团 提前三年实现 百亿目标 焚酒 跨越百亿新增场 焚酒 中国酒魂 所以我说 就是有些人 他能够有这个意识 就是他显然啊 自己到了一个程度 到了一个高度 就像也像许老师 刚才说的 你像我觉得我 说不出这种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就是个 打工仔吧 当然我不能说 我挣钱多么少 但是至少就是 家庭负担也很重 到现在为止 还没达到 就是说一日不工作 就一日不得时啊 还是我还不能说 我不干 再者说呢 我干的事啊 我觉得年轻人 你比如主持 枪枪三人行 我要不做了 就不做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让给谁呢 你知道吗 就好比 就说他们在咱们这摆这个罐子 对吧 这个我也知道 大家很多观众 都在微博上聊 对吧 你说我是什么感觉 这个事情 他们没有问我的意见 你知道吗 别说退下来不退下来 对对对 连个罐子退不退 你都没有权利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比如去年 我说能不能 我在这个桌子上啊 我们摆一个电脑 我们可以看看微博 然后呢 说我没有这个权利 就是最后到今天 他也不给我摆 然后我说这个 我们的节目时间 对吧 已经给推到了 都是这个晚上11点半 晚上11点半 就快后半夜的时间 长期以来 我们这个节目时间 被在一个电视台 这么样的边缘化 我说我能挡谁的路呢 我就是让给谁 人家还不要呢 本来咱们第二天 中午重播的时间 还稍微好一点 原来是12点半 后来不定给人 谁说说说说 领导又把咱们挤到一点 我说能不能调回来 只是调回来 领导说不行 你就这样 好 我们前头有个冠名广告 现在又在我们这里边 植入广告 我说 我们这个节目 给你们赚了钱了吧 那么你能不能 给我们的时间 上好一点 我没有这个权利 就没有人分 所以 或者给我们多点奖金 对啊 这是徐老师的新生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真是事业有成的人 才好说 我让给 我给年轻人 我要退了 我有什么可 不过我观察了一下 政界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退不退的 这个基本上 七上八下 每个级别 他们说现在每个层次 传媒界也没什么退不退的 你做 尤其是做电视的 能做都在做 大学也是这样 还真是商界 我还真碰到过 别说七零后 我还碰到过八零后的亿万富翁 就跟我说 他把他的公司重组了 交给他的几个哥们了 那我说 你为什么不做了呢 他说我另外去发展 那这句话非常重要 马云也是这样 我觉得他代表 刚才那些话 我们吹毛求疵啊 其实他们可能话 故意这样 说因为针对太多的人虚伪了 我们这个社会 谁都在为了利益 嘴里说理想 就是说一个原则 跟一个利益 在考虑的时候啊 他就索性公开说 我只看利益 我不看原则 我觉得他是故意这样说 他不会这样 要真是这样 公司做不大的 可是他们这个 整个一批人啊 想法很多 我接触过一些 想法真的很多 我就问那个八零后的 那个多少个亿的 一个年轻人啊 我说你赚了这么多钱 你就把公司交给别人 他说啊 我跟他们自不同道不合 他说董事会里啊 他们不能持续发展 我说什么叫持续发展 他们只想赚五年的钱 他们不 我说你的想法 我希望做一个事情 能够五十年 就一个品牌啊 能够红五十年这样 我很佩服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真的不是退不退 我觉得人到这个境界 是真不错的 可是做传媒的 教书的 跟搞政治的 没有这份奢侈 一样嘛 我觉得根本 轮不到 根本真的 真的不存在退不退的问题 假如你今天不红的话 你不退也得退 对也没错 你红的话 你退给谁 到底对谁有好处 没有好处啊 你啊 你年轻 我让给你做 你做得了吗 你也做不了 对的也不好 对不对 我根本不存在退不退 像赚钱 像你说马云的例子 还有美国很多互联网公司的例子 根本退是所谓的退 是因为 Deal Gates退了 对 大家还是 他谁都知道 他还是 但是你看乔布斯没了 这个苹果 他就真不行了 这个股价大跌啊 所以乔布斯不是退 人家是走了 人家是走了 退跟走是两回事 而且互联网的公司 都知道互联网最好的人才 其实越年轻越好 包括做游戏设计的 我刚才讲的就是做网游的公司 所以结果最后就是说 到底我不做这个 我到底要做什么 就算你说你那些年轻的 有钱的朋友 他也不是为了退 他要做其他 让他更兴奋 觉得更有意义 更好玩的事情 We defend the industry 他们的概念叫做 我要重新定义这个行业 因为我是拜金主义 我就想着怎么能挣钱 但是我总挣不着 所以我就老是一银这些个 挣大钱的人 我就在他们身上找一些挣钱的哲理 比如说 我就刚开始跟你说的 我说会不会因为我挣不着钱 是因为我太想挣钱了呢 你看马云 对吧 他真的 我愿意相信他的单纯 或者他的理想主义 你比如他当年跟华谊 他就说那个王中军 要是王中军总找他谈合作 马云就问王中军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是问你 你是想赚钱 还是想办一个真的文化产业 对吧 你要是想赚钱 我没有兴趣跟你合作 最后王中军说 我当然不是想赚钱 这两句话说的次序 前后有没有改变 要是他说 你要是想赚钱 我就不跟你 反正就是我看人家 马云的采访报道 他跟谁都这么聊 就是说你要想跟我合作 我现在马云会 你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事业 为了理想 你要说你想赚钱 那算了再见 你要说你是为了理想 行 跟你合作 是不是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样才能赚到钱 第二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949年 疑云重重的太平轮沉船事件 为何成为世纪之谜 历时三年 耗资千万 走过两岸三地探访澳洲救援者 为你详细剖析当年谬误的真相 不为人知的传说 生还者与救援者 亲身经历的深刻描述 寻找太平轮续篇 青涛太平轮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兵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慧圆酒精华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活该快乐 东方标志3008 尽兴登场 我特别注意看他们有钱人的事 我除了看娱乐版 就是看这个 你看我最近又看见一个 你看照片 徐老师 这说 这杂志讲了 中国首富 宗庆后的女儿 宗富丽 宗富丽 没有看上人家 不是 采访 我倒是看上来 但是问题正 关键是 他能不能看上我 宗富丽说 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30岁 记者大吃一惊 说从来没有 咱不可能 30岁的宗富丽再次重复 从来没有 然后为什么呢 家里太有钱了 后果之一就是 难以分辨追求者的动机 似乎每个接近他的人 都想跟他谈生意 你说这个 这接班人 接了父亲的班 弄得嫁不出去了 就是说 你到最后跟他谈婚姻 谈爱情也好像一个生意一样 对 我相信这个事真的麻烦了 所以这件事刺激到你以后 不敢再说为了钱了 是吧 对对对 我相信到你 马上变成理想主义 你看人家真正 下一次震到他 开口就多 咱们这个天天谈钱的人 你就永远挣不着 你看那些个 真是大老板 什么时候谈过钱 对不对 毛肚子也不喜欢钱 但毛肚子也多么大 不谈钱是一回事 我也偶尔会幻想 追一个这样 那么有钱的富二代 是什么感觉 像台湾有一个101的大楼 大楼的 先高一米01 101的大楼 101大厦那个 那个女老板 这是很有钱的富二代 我就曾经想象 你永远是的 姓陈的 假如我追他 跟他谈恋爱 是什么的感觉 他就会把我带到101 最高大楼 好像是全亚洲最高 还是怎么样 全世界的地极高 对不对 地极高的吧 对 然后在那边 我们两个人烛光晚餐 甚至在上面 翻云敷雨 想得美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假如 坦白讲 那个本身也是魅力的所在 像有女人 喜欢嫁有钱人 不一定是贪的钱 她有钱 她跟你谈什么 做什么大生意 本身就很有魅力 这个 就很有味道 马家辉 幻想在楼顶上 101大楼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我刚才说 我是在辩白 我不是为了钱 很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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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